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了完了 于冬姐姐怕不是丢了吧 你是穿越了吧 穿越了 怎么可能这么狗血嘛 人家都穿越到皇宫和皇上谈恋爱 要么就是穿越到王府和王爷谈恋爱 你说我差啥呀 你说穿越就穿越呗 我穿着树林子里来干啥来了 我说这个命运怎 等等 等等 谁说话 谁再说话 你好啊 小姑娘 我是这里的山神 你 山神 你在哪啊 我就在你的面前呢 啊 这难道就是像神话故事里说的那样 山 会说话 你 你就是这座大山吗 不是呀 我就在脚底下呀 啊 流氓啊 哎呦 缠食我了 呃 找您这样的 我看您是西游记里边说的那个土地公公吧 西游记是啥 我土地公公我倒是认识 哎呦 你 你真的是山神 那你知不知道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是你自己来的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哎 不对呀 你刚才怎么说我这穿越来的呢 我啥时候说过 我老头都可没说我这话 来 给你点装备 我可好心提醒你啊 再不抓紧点找个地方藏身 以后天黑下来 这里四处都是妖怪 嘿嘿嘿嘿嘿 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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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神 山神 哎呀 真的是太可恶了 这怪老头真的能是山神 呃 不不不不不 我完全不能相信他 呃 不过不管怎么说 我今天是肯定回不去了 所以还是先找个地方藏身吧 前面这块好像有一个山洞 哎呀 哎 真是累死我了 稍微修整一下吧 就先待在这个山洞里好了 动作得快一点 要不然天就要黑了 我先挖一些土块 把山洞里面给它堵上 嘿嘿 然后再把这边留一个开口 哎呀 天色好像是真的黑了下来 哎 过来一只小熊猫 嘿嘿 你好啊 小熊猫 你知不知道 我应该怎么才能回到我的家呢 啊 啊 啊 呃 这个 好像和神话故事里也不太一样啊 熊猫果然是不会说话的 哎呀 好不好吧 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奇怪了 现在呢 也就只能在这里先住上一晚了 明天 我一定要想办法 回去啊 我的波罗屋 等到明天 我一定要找到回去的方法 下期鱼豆姐姐到底能不能回到波罗屋呢 她会找到回去的办法吗 那个水命的山神老头还会不会出现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吧 迷你世界鱼豆 桃圆转每日更新啦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呀 我们的投票方式是 打开抖音关注鱼豆 点击下方的消息 进入答题评分100万元现金界面 然后点击填写邀请码 ZJ666 嘿 也就是正经666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呢 每个人只有一次的填写机会哦 填写过邀请码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请别人帮忙 一起为正经家族助力 为了这个打榜 正经家族全员都平了 这个活动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说一遍 我们的邀请码是ZJ666 正经666